利德慧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参议员 他提出并推动设立了我们现在熟知的Asian Heritage Month 亚裔传统月 他参与修改了加拿大国歌歌词 从In All The Sons Command改为更有包容性的In All Of Us Command 利德慧说 我的参议员生涯有两大使命 一是让加拿大女性的地位更高 二是让亚裔同胞更被人看见 利德慧还拥有众多头衔 他是作家、历史学家、时装设计师、企业家 同时热衷于服务全国不同社区 他经常与年轻人交流 并告诉他们要去做志愿者 尤其当你还年轻的时候 取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也许就是找到你自己未来之路的开端 现在已经82岁的他 仍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为亚裔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 并且每天仍在学习新东西 他的努力与成就 是加拿大亚裔移民达到今日社会地位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